老板们您感性吗 这辆房车比我的房子都要贵 但配置却是一样的 这不就是移动的家吗 于福特T8 5.25吨底盘打造 2.3T排量 8AT柴油自动挡变速箱 动力强劲 驾驶感更加丝滑 并且这款车在出厂时就做到高配 辅助系统做到顶配 驾驶感会更好 而且更智能 整车为深层加侧拓的结构 车内的空间会更大更宽敞 车长5米99 车宽2米45 车高3米45 标准的大额头房车尺寸 当二层升起来后 车长就来到了5米1 多一层的可用活动空间 整车的配色拉花也非常低调 白色车身打底 搭配上橙色以及黑色的线条拉花 更加低调大气 行在路上也不会特别的吸睛 放下外展板就可以得到一个 2米25的厨房台面 宅菜切菜炒菜都有独立的空间 进行操作 这么大的空间准备个自助餐 也能轻轻松松实现 车内的有效可使用面积为 18.72个平方 何载6人不超载 一家人出行 或是老两口用来深度旅居 这款车都是不二之选 四人对座的会客厅 处于整车C位 无论是功能还是配置 都不能拖后腿 首先两张航空座椅 高端大气符合人体工程学 还自带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 即舒适与智能于一体 简直就是移动的老板椅 其次是两张汽车独立座椅 可以实现角度调节 最重要的是外侧的座椅 可以进行180度的旋转 这样就与行车方向保持一致 可以减少晕车的情况 最后是中间的茶道桌 能隐藏能拓展灵活度更高 办公就餐在这里都能实现 上方还有智能点个台 以及电视机供您娱乐使用 就连外推窗都是加大的处理 打开落地窗视野更加通透 就这客厅的配置 在房车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了 前方的额头床就是本车的次卧 三面环窗采光性更好 可以当做儿童房使用 1米4乘2米2的大尺寸 可以睡下2到3个小朋友 两个大人也可以轻松睡下 这张床离地间隙这么高 担心上下不方便 爬梯给您解决问题 这样上下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内置厨房除了满足日常的操作外 还有很多亮点 亮点1放下延展版厨房的台面 就达到1米8 空间更宽敞 满足多人同时操作的需求 亮点2双炉灶的设计 两个炉具可以同时使用 做饭速度会更快 亮点3升降臭烟机 还带有语音操控 使用更方便 并且抽力更猛 占据的空间更小 更加省电 等车配备两个卫生间 里面的功能设施都非常完善 可以满足洗漱等需求 但很多车友会觉得 两个卫生间有点浪费了 二楼的卫生间有点多余 二楼的卫生间 主要是考虑到 二楼为父母的卧室 由于年龄的原因 父母的睡眠更浅 晚上企业的次数更加频繁 影响睡眠质量 如果多人出行的话 一个卫生间 无论是洗漱 还是想上厕所 都非常受限制 如果二楼也有卫生间 就可以完美的解决掉 这些难题 二楼为独立的大卧室 中间的大床尺寸为 1米5成2米 轻松睡下两个人 高度更合适 5000瓦逆边器 1280瓦 太阳能板 420磁电 260升清水箱 160升灰水箱 水电更加无忧 屏幕前的您 如果对这款车也感兴趣 欢迎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吧